大家好 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 用这个泡沫箱栽种的这些洋葱 现在已经长根长芽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看到没有 像这一颗已经长了新芽出来 而且已经拔不动了 已经长根了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适当的给它补肥 同时适当的给它覆盖一点土芽 我给它补肥的话 主要用的是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先在这个土壤的边缘 给它撒上一点这个芝麻饼肥 不要靠近根部 因为这些芝麻饼肥它的肥效比较强烈 撒好芝麻饼肥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覆盖一层土壤 把这些芝麻饼肥全部给它覆盖起来 这次我用的是一些普通的原土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洋葱露出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更有利益的吸收营养 然后再给它浇点水 因为之前一直都没有给它浇过水 将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它放到太阳下养护 让它逐渐增加光照 不然的话这个洋葱长出来的新叶片 就会容易产生土长 如果说大家吃剩洋葱的话 也不妨尝试一下用这种方法来栽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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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什么